约翰福音第六章41-59 众人听到耶稣说 我是从天降下的梁 就低声议论他 他们说 这不是约失的儿子耶稣吗 我们认识他父母 他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说 你们不必议论我所说的话 如果不是差遣我的父 吸引人来归向我 没有人能到我这女来 我日要在末日使他们复活 正如圣经所写的 他们全都要受教于上帝 凡听从父又跟他学习的 都会到我这女来 这不是说 有人见过父 只有我从上帝那里差来的 才见过他 我实在告诉你们 相信的人就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梁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过玛拿 却都死了 人要吃从天上来的梁 就永远不死 我是从天降下的生命梁 凡是吃者梁的 就永远活着 我所赐的梁 就是我的肉 世人吃了 便能活着 众人为这话的意思争论起来 他们问 这人怎么能把他的肉 给我们吃呢 于是耶稣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他的血 你们里面就没有永生 那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就有永生 我要在末日让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 真的可以吃 我的血真的可以饮 吃我肉 喝我血的人 活在我里面 我也活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亲我来 我因他而活 同样 以我为良的人 也要因我而活 我是从天降下来的真良 你们的祖先 吃了玛拿 还是死了 但吃者良的人 却要永远活着 耶稣在加伯龙的犹太会堂里 教导人的时候 说了这些话